这个案例算是 大概有从19380所衍生的 那到一个有在高雄的家庭的聚餐 有到屏东跟旅游 两对情侣的一个聚餐跟旅游 然后衍生到一个沙石厂里面 沙石厂的工作的场域 然后沙石厂的工作场域 总共牵连了 总共有三个家庭 那三个家庭里面 在衍生了后面 第一个在 这等于是老板跟老板娘 那她的小孩 也有今天早上在台南 女儿在台南圣公 有一个相关的一些 一些属于寒假的一些活动 那也有她的其他的非同住的家人 姐姐跟姐夫确诊 那这一家人总共是有新列的六个确诊 那另外在同职场有一位19584 那家里面的人也有在四个 这个家庭总共有五个人确诊 那在这个第一个赛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在屏东 足迹有两对对 等于是一个情侣 那一起有旅游 那其中的19434 在这个沙石厂里面的一个员工 然后跟他妈妈同时都在这个沙石厂工作 那今天衍生了一位19530 19530是他们的应该是那个哥哥还是小孩 这是这19435的小孩 那这个案子到现在 应该有一点在来源上面需要再厘清的 从一开始最早发病 大概是19382 所以在思考上都从这个家庭的群聚 那往群旅的旅游 然后再延伸到其中的一个 这一个女朋友到沙石厂 那沙石厂再往下做延伸 那今天看到是19530 他是在1月10号的时候入境 从中国入境 然后住在那个防疫旅馆里面 住到1月23号 住到1月23号 然后到现在才来发病 从1月4号如果是从境外移入的 然后到现在才发病 时间实在是很难去解释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当然他CT值32 那CT值当然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 等于是在第二次踩 那情况大概就会比较清楚 不过目前来讲 他那时候入住的房间是一个 在旅社大概是有相隔壁的房间 那他的1月有1月21号入住 然后2月2号出来的 那这里面这个307号的里面 那最后他是阴转阳 他出来的时候是阴转阳 然后这刚好是在高雄交通船 交通船的司机里面被匡列的父母 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关联性 那在住的房间很接近 那时序上相关 那加上说 那现在确诊 跟他入境的时间相隔甚远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源头 那需要进一步的来做理清 这样一步的地方 因为星期有那么容易 到分 части 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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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